2月1号凌晨1点 一名女子急匆匆地跑到杭州渔航派出所报警 说她男友小李 因为被自己嫌弃太胖出走了 女子说小李心态不好 怕她会做傻事 于是向警方求助 电话中小李的情绪十分低落 重复表示让女友不用管她 这让民警更加担忧 于是抓紧查找小李的下落 很快民警发现小李出走时 没有乘坐交通工具 通过视频巡查 继而在某小区附近发现了小李 此时的小李在空旷的街头徘徊 时不时回头看 看得出来内心非常不安 接警后十分钟 民警顺利找到了小李 人没事吧 你抬头看着 胃痛啊 我好轻点的 我肚子接不下来 要吃点东西 小心点 要不要带你去医院 小李被找到时 整个人有气无力 情绪低落 原来当天晚上 小李女友随口说了一句 你还没跟我结婚就这么胖 要减减肥了 而正是这句话 让小李觉得很委屈 因为他最近为了减肥 受了很多苦 甚至饿得胃疼 可女友还是嫌弃他 越想越难过 小李便挽起了失踪 在送小李回家的路上 民警不断地开导小李 告诉他 减肥不能用极端的方式 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 心情也会抑郁 另外告诉他 他女友还是很关心他的 不然也不会着急报警 经过一个多小时劝说沟通 小李的情绪好了很多 和女友回了家 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钟 记者段盈盈 编辑报道